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引发话题的 则是刚刚上架的《花花公子》的杂志六月号 原来在这一期负责里有3D的眼镜 因为玩版女郎可是用3D技术拍的 到底立体版的玩版女郎看起来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们带你一起了解 跳到你怀里可能太夸张了 但立体版的《花花公子》的确更有真实感 本周五发行的《花花公子》6月号将随书附赠3D眼镜 而这一期跨页的玩版女郎就是用3D技术拍的 创办人海布娜其实早在50年前就想拍3D影像 可惜当时这种技术太贵 既然3D技术门槛降低 《花花公子》又找到赞助商 再加上阿凡达热潮让民众对3D的需求度大增 事上包括好色客杂志和运动画刊 早就发行过3D版 而《花花公子》最近销量不断下滑 也让这本老牌情色杂志急着想跟上潮流 3D版是否真能让《花花公子》回春呢 从街头访问看来 3D似乎真的发挥功效 中天新闻 后来主报导